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处在严格的保密期间 不知道今天这活动 我们刚排完练 毫无准备 想知道我们有什么最新的动向 那么请你们明年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行动 让大家看到了真实的我们 祝大家都大虾 祝大家都能那个开心09年 那么虾 你再吃 我就是09年最重要的是高兴 就是都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魔龙天宫12周年 祝他们生日快乐 然后摸狗是我最讨厌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玩意儿 老在那儿记哭记哭的 哈喽 摸狗 我是来乘喝乘吃的 混喝混吃的 我是柏东最久的乐队了 02年开始跟柏东合作 然后合约是坐在沈灵辉老板的桌子上签下来的 03年吧 05年年底 05年1月份签的摩登 一直到现在四年了 小时的时代 小时的时代 感到万家的无奈 很多的温暖来 也会在时机 重复的交流 想还知道成全 那些人 没有 音乐 有 在什么 你 我 在 那 passport 蜗 就是 我们 到 我们 现在 我们 咱俩 我们 在那个 伟然的这个 几年里 和最有发展的公司 别的工作都顾倒了现在 现在就上摩登了 我觉得摩登天空应该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司 是一个M的公司 特别随意像自己家里一样 是一群做梦的人 就是梦想家做成的事情 可能非常的理想化 风水也轮流软吧 有些东西可能不是那么的现实 但是这个世界上总需要一些这样的人 我觉得摩登天空就是这样的 我们今儿来的时候算了一下 在这儿摩登天空属牛 对 然后我们三点半出门的时候 说沈临辉要来讲话了 我们说再等会儿再出门 结果一个小时到这儿还在讲话 挺没劲的 就赶紧别说了吧 老沈牛逼 我跟沈临辉 18几 187几年认识 中间有60多年失散了 193几年 见了面了 是在北非的战场上 完了他在那儿丢一军框 我捡着了 我回了国之后就找他呀 大概在1988 在1989年的时候 找到他本人了 从此以后呢 就建立了联系 到现在20多年了吧 我觉得沈临辉吧 这人有点毛病 这毛病呢 是在哪呢 就是说他要用好喽 可能成事 他用歪喽 可能不光把自个儿给毁喽 就是会毁一大片 这都是因为我在幕后的支持 当他自己困惑的时候 他就拨打热线电话 找我来倾诉中场 他做清醒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了 当时中国妖怪乐队里面 这支乐队是比较 比较欧美感觉 非常强的一个乐队 其实我们到北京 跟博敦有关系 因为其实是 沈临辉帮我们骗过来的 我们那时候 99年到北京 然后在CD CD咖啡演了 奥巴盲峰演了一场 然后沈临辉看了 说这个不错 这个有点看 我们签个单曲吧 然后说行啊 单曲啊 什么时候录啊 然后我说 那时候是六月份 他说我们八月份录吧 我说行啊 那挺好的 还有两个月 我们就待在北京 不走了吧 后来那个单曲 可能到了零 那单曲是摩斯的冠一K 那是零二年的事是吧 对 所以那是99年到零二年 拖了三年 所以我们一直待下来了 沈临辉帮峰 但是他有想法 然后有好多 别人不敢做事 他敢做 非常厉害 年轻 有活力 能想到就能做到 并且敢想 合作四年 就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 这么多年来 跟摩登天空合作 总体还是很愉快的 虽然中间会有一些争执 但是这种东西 都是为了音乐 当时变相念 然后进入到摩登以后 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然后都很和谐 这个公司 所有人都像朋友一样 然后像自己家人一样 在一块玩 然后今天十二岁生日 大家就全都回来 回家里看看 我记得最开始 我刚签约摩登的时候 每天都会到公司 在楼下地下室 连唱歌 然后我就看着大家 怎么样工作 然后怎么样 中一起去吃饭 然后下午回来 开会之类的 我觉得 一直以来 这样的感觉都没有变 就虽然牛奶咖啡 现在不在摩登天空了 但是我们永远是 摩登天空的好朋友 也永远会记得 当时在公司 所有的员工 包括老板 对我们的关爱和帮助吧 我希望大家 能够继续支持摩登天空 谢谢 祝摩登天空 有更多更好的时光 带来一些 完全不一样的 一种他们理想中的东西吧 我们其实梦想都是一样 都希望用我们的奋斗 努力 因为我们跟梦想 把整个音乐行业给做起来 摩登天空是一家做事情 还有张法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 会赢得所有人 所有同行的人尊重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就知道摩登天空 我98年就去过摩登天空 在花园村的办公室 所以今天来了 我感觉到 起码感觉到我老了 但是沈黎辉还是挺年轻的 长得还那么嫩 个子越来越矮了 身体越来越瘦了 野心越来越大了 加油沈黎辉 起码从那个办公地点的那种变化 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公司的这个成长和发展 因为以前我第一次去花园村那个办公室的时候 觉得特别乱 而且好像还堆满了很多印刷品 因为那个时候沈黎辉还搞印刷嘛 从他们开始办那个杂志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酷的一个音乐的这个品牌 我都是一个不断制造新鲜好玩有营养的 如同水果般的新鲜乐队和时尚潮流的一个公司 它带给了我们年轻人自己的生活方式 休闲方式 娱乐方式 以及潮流文化 有了梦中天空 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更加富含维生素 有一个理想在那边给很多艺术家去发展的一个好的平台 自由的 是不是散漫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非常好这个感觉 继续这么做 未来是什么样不知道 但是就这么做 希望蒙天空做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司 让中国更多的年轻人做自己的音乐 其实蒙天空是一个环保公司 好串公司 先卖台湾大嫂 因为在中国现在环保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还北京一个蓝天 这个还北京蓝天这个工程是由摩登天空主办的 摩登天空主要是先从音乐抓起 主要是音乐的污染越来越少的话呢 北京的蓝天也就越来越多了 感谢摩登天空 用心做音乐的人会有好报 对对对 就感谢呗 其实 不会说话 就来这么多人 其实还有好多人没来 我觉得 对我们支持都挺大的 我觉得 就希望有一个开始吧 然后希望 和大家 所有的人都能够产生 化学反应 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得更 更酷更漂亮 谢谢 特别感谢黑道老师对我的栽培 太重人了 我今天来 其实有点迷失 共住属牛的 我们建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越来越牛逼 我愛达我 我们在那里 对我来要爱达我 我们先回来 感谢观看